熟牛的朋友,今年的空星有天狗和吊客 這些是很容易犯到刀傷、手術等事情發生的 亦都容易遇到老人家、家裡老人家、身體不好 這些事情發生,這些要特別注意 因為新冠這麼嚴重,大家就要好好照顧家裡老人家的身體 越煞星是容易得罪女人,女人就惡死了,欺負你 大家之間容易有矛盾,有這些事情發生 寡宿方面,感情容易有矛盾 你要特別小心和伴侶的關係 要多些情趣,就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另外還有豹尾,豹尾要保守投資 不適合風險投資,因為很容易招枉不利 另外還要小心家裡小動物的健康問題 熟牛的朋友,雖然你今年沒有吉星 但你最好去你家附近的苗宇拜一拜太歲 太歲就會保佑你,令你今年事事如意 不要那麼灰心